AudioJungle 与他作对 因为他公开的谈论性 并出版了一本叫姓史的小书 张静生国学泰斗张太炎同事 这是与金平梅一般无二的约会之物 连一项标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 都拿起笔来与他论战 那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 1925年冬 此时身为北大教授的张静生 在经报复刊上 刊登了一则广告 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 带有种涉童人启示 天寒地冻 北风呼啸 百无聊赖 何以度日 最好的消遣法 就是提起笔来 详细而系统的计数个人的姓史 你几岁春情发生 经几时有 月经何时来 初次的情况如何 酒后是怎样 那时对一性有什么心情 含羞吗 外居而内隐吗 喜欢人谈婚姻与交购等事吗 你会手淫或别种字音讽 如用气聚摩擦 或有阴阳聚摩擦外物 何时其时 次数几多 会梦已否 怎么样梦已法 次与人交 亦无因而至 一经多少 每日次数多少 你曾调记否 如你是女人 曾否做过浪漫的性生活 曾受过和种生殖器病 治疗状况如何 现在与否 你算到今日曾与若干人交购 无论何谁 详详细细写 出来 暂时通讯处 北京 北京大学 收发课转张静生 此起事一出 很快收到了三百多篇稿件 可见 即使在封建的比较的时代 性也是一个让人迷恋的话题 张静生从这些稿子中选出七篇来 其中一个女士的我的性经历 就是张静生正在热恋中的女友 日后的妻子楚文娟女士所写 这可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本公开谈性的书籍 一时之间 洛阳只贵 据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 记载 近来广州市内有一种判书的流行病 无论大学生小学生 无论何时何地 军手不是卷 你倒他们所看的是什么书呢 他们所看的是北京鼎鼎大名的教授 张静生所著的姓史 广州市内的姓史 统计已有五千余本国光 售出两千本 光东一千本 丁补一千五百本 明治五百本 现文昌秦街丁补书店 更由上海订购了五千本 每本定价四脚 不日书到 决定每本以八脚为代价 书上未到 一位各校学生定进 即此向姓史订购者 以成北及成东某两女校学生为最多 同共为弱备 定去者已达三千本 此后正可实地研究性的问题呢 而自从看了姓玉博士所编的姓史后 一般青年男女 弄得好像引了狂药一般 二 按照张静生的想法 这只是个开始 以后还会编若干续集 当然 有这个基础 毕竟三百余篇文章 仅仅才用来欺骗 日 后 即使材料不够或者不好 完全可以再去报纸上如法炮制一番 想想就知道了 即使在当今 做这件事情都要饱受很大的非议 黄论在当时的民国了 一时之间 风暴来袭 批判之潮汹涌而至 社会各色人等 直言 张静生就是一个姓学博士 最有名的例子 莫过于张柏林在南开对姓史的查尽了 张柏林姓史风风荡荡席卷全国 在天津几乎到了人手一侧的地步 当时 一个南开中学学生 在课堂上偷偷阅读 被老师逮了个证者 立马上交到校务处 这件事 惊动了张柏林 张柏林不但禁止学生阅读 但凡抓到者 既大过一次 并且已会赢的罪名 提醒天津警方在天津查尽 随后 向来开放的上海和广州 也受不了舆论压力 纷纷封禁 据说查尽到了最严厉的时候 凡是书名沾了艾滋的书 学生一律不准看 不准买 不准传阅 当然 也有出来说公道话的 这个人就是周作人 张静生在著作上 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 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 高阶美第一 识 诸 医治娱乐等的旗帜 打声叱咋 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文章中又史实砍出住者的诗人的天分 一时激起千层浪 张静生已经被淹死 据传 张作临近金时曾扬言 要把这个伤风败俗的家伙拉出去枪毙 张静生虽然没有被枪毙 但是他在北大是待不下去了 三 张静生的姓氏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北京大学当时成立了一个风俗调查委员会 成员都是教授级的人物 其中张静生是主任委员 关于风俗调查 一个列出了三十多个项目 其中就包括姓氏 不过当时绝大多数人就提出异议 应该将姓氏单独罗列 张静生当时想得太简单了 以为姓氏会跟美玉 体育等一样 逐渐地在社会中形成一股风气 于是乎 自己就撸气袖子来干了 胡适认为张静生此举 为考虑当时的社会影响 也为负有相当的责任 在胡适的理念中 请可以当作学术来研究 可以在小范围内作为戏谑的谈资 但不可以大肆渲染 更不可将西洋自由热爱的不良风气带入中国 胡适连一项开明的胡适与北大 都容不得张静生了 可想而知这注定是一个悲剧 那么张静生到底为何有这样的想法呢 那就得看他在编辑姓氏之前的人生遭遇了 张静生1888到1970年 广东饶平人 南洋华侨之后 早年就读于广州黄浦陆军小学 于日后的广州天王陈祭堂 陈明叔是同班同学 因故被陆军小学开除之后 其父受小气鼓弄 扬言要将张静生赶出家门 而张静生天生的反叛者 竟然到县衙中 状告媳妇生子不养 夺子之志 更有意思的是 当时可是晚清 张静生竟然告赢了 于是张静生重新回归课堂 考入了金师大学堂 也正是在北京 张静生机缘巧合的认识了 前来刺杀摄政王在封的汪精卫 加入了同盟会 南北议和的时候 张静生是南方的首席秘书 清朝训位之后 孙中山问他 是想做官呢 还是想出阳 张静生回到想出阳留学 于是张静生以民国功勋的身份 派往法国留学 同传的有宋子文 杨信佛等 1916年到1919年 在法国四年 张静生是同批留学人员中 唯一获得双学士学位的人 巴黎大学文科学士 立昂大学哲学博士 而比这些学位更可贵的是 要算张静生的艳遇了 张静生在国内已经有妻子 这是其与其父妥协的结果 结婚 才能攻其继续求学 张静生曾经撞文回忆这位妻子 矮敦敦的身材 表情有恶狠狠的状态 说话及一切都失俗不可耐 来到浪漫之国的法国 本就热情奔放的张静生 真是如鱼入海 而在当时 有两个条件也给张静生创造了艳遇的机会 一是当时正值一战 法国与英国的青壮年们都去了前线 二是官费留学生的津贴可不低 足以攻其过悠哉悠哉的生活 张静生在国外的艳遇 至少有四五次 且并不是一面之欢 都连迟了一段时间 这里边 还有一位女诗人 还有一位女子直接讲与张静生的经历 写成了一本小说 张静生回国之后 担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期间 他曾实行男女同校 并且提倡在学生中开展性教育 他还特意带领男女学生到城外的寒江游泳 因为这些举动 张静生被当地人骂做麦春博士 由此可以看出 他编著性史符合其为人处事即性教育理论 也并不是那么突兀了 四 离开了北大 张静生日后 可以说用蹭蹬来形容 办杂志不成 开书店也不成 去杭州旅行 还被蒋梦林 售事当权者拘谨 而这一切 全是因为 贝勒姓学博士的骂名 解放后 张静生的命运 也没有好到哪去 1970年6月18日凌晨 张静生突发脑溢血 并逝于下放第一个破旧的祠堂里 与张静生同时带同资历的人 到如今都已经报得大名 而他依旧是一个积极 无名之辈 用鲁勋的话来说 至于张静生的伪论 我也很佩服 我若作文 也许这样说的 但是实怕很难 张静生的主张要实现 大约当在25世纪 张静生太超前了 时至今日 无论是马小年 还是佟松真 在当下也是举步维艰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公众号 豆包也算干粮